这是一部很多人都看不懂的美剧 咱进完结就被砍 却丝毫不耽误它好看 如果你喜欢大尺度 或血腥的美剧 这部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一一季刚播出两集 首播就有超过160万人观看 并一举拿下余果奖和星云奖 等六项幻想文学大奖大满观 击败了大名鼎鼎的三体 今天我们就接着来看看 这部根据尼尔盖曼同名小说改编的 美国正成最后一季 掏袭了自己的王妻 告别了曾经的朋友 隐姓埋名的影子带着一头绣发 来到了威斯康星的密尔沃基 可怪是并没有因此停止 他刚想赴一个老太太过马路 显然 这个人对他很熟悉 老太太就是奥丁变的 虽然未能如约前往湖畔镇 但并不妨碍奥丁找到他 影子还是不得不跟奥丁继续招募救神 毕竟奥丁是达亲爸 精神和救神的战争还在继续 他又被卷进去了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是去找美国土著神 威斯基捷克 可信神们早早就在路上等着他们了 奥丁告诉影子别停车 这无意于云地找死 可奥丁头部抬眼不争的 开始在旁边搓脑纹 刚搓两下 影子就发现挡风玻璃上 长出奇怪的发光字符 字符越来越多 马上就看不见路了 奥丁突然要打方向 在下车时 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还藏着一片热带雨 奥丁不见了 只有一个戴帽子的老头 正在一旁烤着火 他就是强大的美国土著神 威斯基捷克 隆隆的火焰 影子看到三个美女 他尚且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威斯基告诉他 他身负着某种神秘的使命 甚至可以拯救世界 可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时 奥丁出现了 这位神灵立马翻了 什么都不说了 他恨奥丁 因为他把战争带给了他和他的族人 碰了一鼻子灰的 奥丁只好去找下一个神 影子不想去了 向自己找个地方地避风头 奥丁也不好拦着 可当影子到车站买车票 却发现所有地方的车票都售空 只有胡滨有票 一切都像是奥丁安排好的 他还提前为影子租好了 胡滨的公寓 来到这个胡滨小镇 刚想开门 却被想顶住了后脑勺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人并不是匪徒 而是公寓管理员 影子小心翼翼地入睡 在低温和压力的双重压迫下 他又做梦了 他回到了小时后 在一家超市里 他猛然看到一本书在跟他说话 我们是胡滨记事 他刚觉得意外 远处的火眼神牛又出现了 这不是第一次看见这头怪牛了 这次 他直接把他逼到了墙角 他并不知道 这是自己神力被唤醒的象征 詹利太冷呆不住 影子去镇上买大衣 遇到了热心的白毛老太 他不仅带着影子去买了大衣 还从黄衣女孩的手里 获得一张免费的报废车奖券 因为这个小镇有个习俗 每年都有车辆报废的时候 这民们都会把车拖到湖面上 然后大家压住来赌 春天来时 冰面上的车什么时候会破冰沉入湖底 影家则可以评分奖金 当白毛老太问影子选什么日子时 日历上的数字开始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影子身为神异的能力正在崛起 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他被邀请去参加卓洋女神常更新的追悼会 就身在没有信仰者的支撑下 被杀则会消失 可追悼会远在芝加哥 影子也没车 只能求助冷冰冰的公寓管理员 管理员还算和善 车子借到了 可刚开出去没多久 车子就撞上了什么东西 仔细看 那是一头鹿 看过恐怖片的都知道 走夜路碰到路 必定是有鬼 从追悼会回到小镇 影子就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 大家看他的眼光都变了 还在跟他可以保持距离 原来给他挑选衣服的黄衣女孩 自从影子走后就失踪了 不出意外的 他成了最佳嫌疑犯 晚上 影子睡不着 忽然感到天空发声一样 夜空划过与其百年前相似的不祥阴影 这个小镇到底怎么了 男人正在湖面上滑冰 忽然一道阴影闪过 好像是什么钻入了湖底 他不仅脚下一滑 再一睁眼 冰面下腹献出一只金色的印度大象 那是印度像头身前里撒 只见他从鼻子里掏出一枚烧得通红的金碧 朝着湖面上的一辆车飞去 那这是全镇人民用来坐过冰堵住的车子 可奇怪的是 这景象只有影子一个人能看见 回到屋子的影子神力开始发挥作用 桌面突然出现冰霜 一路铭接到湖冰镇的期刊上 打开期刊 果然发现了蹊跷 几乎在每年的年底 都会有一个青少年 因为各种意外而离弃失踪 他马上去提醒警长调查此案 可警长却认为一切只是巧合 晚上 影子开始噩梦连天 梦里他总是会出现在极寒之地 好像还有很多人围着他 他越想越觉得奇怪 就在晚上 热情的白毛老太邀请他看冰雕 他却又一次看到了印度像头神 雕塑的头部还在闪闪发光 当他靠近时 雕像便开始融化 一面硬币浮现出来 跟他之前在冰面上看的一模一样 影子顿时明白 一些问题都在冰面破车的后备箱里 果然 打开后备箱 他发现了黄鹰女孩的尸体 可这时 冰面突然碎裂 他被连人带车一起沉入湖底 没想到的是 在这里 他看到了无数的游魂 他们都是困在湖底的灵魂 影子梦中的极寒之地 正是这个冰冷的湖底 而身后的鬼影重重 则是从1690年起 被一次献祭的孩子 原来 这个镇子上所谓的破冰堵住 只是白毛老太为了献祭而造的皇子 小镇上失踪的人根本没去任何地方 全都被称在了这个湖底 一切都有了答案 安排着活动的白毛老太就是恶魔 这时 警察也找上门了 可恶魔怕谁啊 影子找到了当年献祭用的刀子 直接划开了老太婆的脖子 飞涌而出的古事学 而是火 很快 白毛老太就在斯明身中灰飞烟面 小镇的另一边 更古怪的事情还在上演 别看这女人表面上是个人畜无害小媳妇 实际上她只是一具冒着臭味的死尸 她看似推着一车货物 实际上这车上装的却是一个神 她把这个男人放上祭坛 用水星笔在她的脑门上写上大字 拿到长毛 杀了奥丁 下一秒 她在男人面前举起尖刀 却一堂划开了自己的胸膛 从里面掏出一枚金币 将她放在男人的手上 那是能支撑她活着的幸运金币 那个男人是她爱着的爱尔兰爱妖 可她失算了 金币没能救活爱人 自己却化成了一堆粉末 再次醒来的老拉 发现自己搭上了一座飞速上升的电梯 而四周居然是一望无际的星空 这里有好多跟她一样惊慌失措的人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风鸣 电梯大门打开了 她来到了炼狱 成了一个灵魂 可这里一点都不恐怖 更多的是让人抓黄 这里跟人间没什么两样 狭小的空间又拥挤又嘈杂 关键还要排队 服务神递给她一张蓝色卡片 每个灵魂颜色都有规定的时间 而兰卡抬放了最后一位 老拉受不了了 正旁边人不注意 换掉了她的橘色卡片 走了捷径 想尽快进入下一阶段 可刚进去她就后悔了 这里空无一人 只有走不到头的过道 得密密麻麻的房门 她想出去 可进来的门已经锁死了 她看了一眼手上的号码牌 数字竟然在飞快地行走 连房门上的数字也在不停地变化 她随手开个房门 居然就打开了 里面是她生前最喜欢的沙虫计 忽然沙虫计就散我一地 做到开始地动山摇 她的身后马上被黑暗吞噬 好像什么可怕的东西正在追她 老拉拼命地跑 冲进了走廊镜头的门 这里竟然是一个影院 老拉刚坐下 就出现两个工作人员 他们是1940营兵员和指导员 老拉的引导者 他们的工作是给试着放一场电影 电影里演的 这是老拉人生的转折点 如何看待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和如何拥有一个不完整的家 老拉经不住走进了电影里当机了解说 这一切还要感谢她 她成了父母离婚的导火索 之后的游戏人生 玩烈的人性 都来自于自己的童年 她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她不想接受这些事实 正如她无法面对这样悲惨的人生 她想摆出自己坚硬的外壳 走出大门 却直接失足落水 这里的水有点恐怖 却像人的救赎和清洗 让老拉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 发生这一切时 她还是个少不根式的孩子 她的人生并不是自己肆意妄为 而是父亲一手碾碎 直接到了下一环节 老拉开始想念矮妖了 她甚至觉得 她会不会就藏在这些灵魂的后面 而此时的矮妖 尸体已经开始溃烂了 鲜血流满了气台 父亲居民怕她吓坏孩子 便将尸体拖出去火化了 说是血迹时 工人踩碎了地上的一支瓶子 那里面装的 这是男爵给老拉配的黄昏汤 曾经 这位神要因为缺少关键的真爱之血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可这时 她遇到了矮妖留下的血迹 老拉直接被从炼狱里抽走 浑身赤裸地出现在了墓穴 她怎么都不会想到 能复活她的真爱之血 居然在矮妖的身上 矮妖又把她救了回来 可这次 这个气势难让却变成了一个小河 她的心中早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杀雕奥丁 为矮妖复仇 但是她必须要有一个 能杀死神的戾气 这就是被矮妖以死封印的 永魂之枪 要再次拿到这个宝贝 就要进入矮妖的宝藏 能做到这点的 只有同为矮妖的小家神 她对眼前的劳拉不感兴趣 但是她却抵挡不了 幸运金币的诱惑 劳拉答应她 只要拿到长毛永魂之枪 幸运金币就送给她做报酬 小家神就这样消失了 劳拉觉得自己被骗了 她拿着矮妖的骨灰 站在天桥边 当她把矮妖的骨灰倒入河中 一度停止的命运之轮 也终于开始转动 小家神居然出现了 原来 矮妖的宝库 还有12英尺高的 看守者恶精灵 这种生物流传于 凯尔特民间传说 可以改变造型 有时是吉祥物 有时却是恐怖的存在 奥丁只毛到手了 可她真的能杀得了奥丁吗 意识上应该是不行 但是有幸运金币就不一定了 有了小家神的神助攻 一切都不一样了 奥丁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死在自己的神器之下 远在湖冰小镇的影子 似乎也感觉到了 此时 她要兑现曾经的诺言 为死去的奥丁守灵 可这并不是寻常的守灵 这需要将自己作为祭品 掉在树上九天九夜 对神来说 顶多是个耐烈的考验 可对于凡人来说 就必死无疑 可影子却执意要去 因为奥丁曾经对她说过 与我同行 你将成就伟大 或许 她觉得 一个神的孩子 需要历练 时间到了 命运三女神来接影子 为她沐浴款衣后 将她送上世界之树 不知过了多少天 树坑开始缓缓地 钻进她的身体 她发现自己来到了飞机上 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 奥丁就在身旁 原来 奥丁在她出生前 就盘散好了一盘大旗 影子的献祭 本来就是计划中的一环 用新儿子的血来献祭 她会得到至高无上的力量 影子最终被神命之树吞噬 而奥丁的尸体 忽然间不翼而飞 或是更严重